你好,今天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是中国企业家周航 他公开批评动态清零政策 这个非常非常罕见,因为几乎没有人在这个政策上 尤其像他这种级别的企业家,他也是做风险投资的 他现在是曹操出行的董事长 他原来创办过这个义道租车,是这样的一个企业界的人士 那么他是写了一篇文章,好像是在公众号还是在什么地方 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在国内被删掉了 然后纽约时报对他做了一个采访 他自己也把这个文章大概内容说了一下 所以他的采访原文我会放在我这视频下面的说明区 那么周航他的背景一直是做企业出身的 然后是佛山人,现在也是佛山政协委员 现任应该还是政协委员 但是我觉得他写完这篇文章,他接受完纽约时报采访之后 他这些头衔都会被拿掉的,我估计 另外他也是曾经的阿拉善SSE生态协会的理事 阿拉善协会为什么那么有名呢 因为他是任志强创办的 所以他们这些企业家应该是关系不错 所以也是圈子里的朋友 能看得出来他们的一些对事物的判断和想法 大概可能比较能说得来 大概是这样 那么在中国来说 周航发了这篇文章之后 我看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微博上面 已经有大五毛出来,猛烈的去喷去骂 美国和加拿大死那么多人,中国不能解除动态星灵 就开始抨击他,然后就说人家你有加拿大绿卡 就是个投机贩子,你是因为挣不着钱,割不着韭菜了 你着急,怎么样 其实周航这个原文大部分是觉得 现在这种动态星灵使得企业界、商业界没有活力 或者是很多人的担忧,做企业的一些他私下的企业家朋友 都表达隐隐的担忧,这种形式以后怎么办 马上经济越来越不好了 但是所有人都不敢说话 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他觉得是像是把脑袋藏在沙子里的鸵鸟 这个状态怎么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忍不住要出来说话 那么就有五毛上来喷他 当然他其实纽约时报最后有一个更正 就是本文稍早前发布的版本有误 周航目前没有加拿大永久居住权 人家特此更正了一下 但是国内这批五毛就说 人家是 当然他原文当中写 他是有了一个永久居住权 但是他后面加了一个更正 但是那些五毛拿出来原文粘贴 他就不更正了 他就说他就有加拿大绿海跑回去了 然后不能割韭菜了 挣不着钱了 着急 所以就在喷人家 其实周航这个事儿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因为在中国来说 企业家说话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比如说像现在咱们能看到 比如潘石屹 潘石屹已经很久都不更新微博了 他原来是在一些公众事件 热门话题当中还经常发发声 现在不敢说话了 轻易不说了 另外像这个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 徐欣 投资女王 徐欣 这个徐欣家在上海 他是投资过很多的 这个知名企业 京东是一个他的成名之战 经典案例 所以徐欣因为在封控的期间 他在这个群里面去找这团长 说谁能把我带到那个群里面 求团购面包什么的 然后很多人一下把他那个截图就转出来了 说这么有钱的人 你居然也要参与我们的这个团购 然后后来呢 隔了几天 他自己在微博上的还更正一下 没想到我那个问问这事的 还被人家曝光了这么多的转发 没事没事 我们挺好的 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我们家因为孩子多 所以要人多 怎么怎么样 说要面包 牛奶之类的 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他赶快出来表个态 就是说我不要站在我身上 我可没质疑动态精灵 其实这就是一个求生欲的一个声明的微博 我没至于动态性力 我没有意见 我很支持这个政策 那是他们瞎转的 就是一企业家 精明的企业家意识到 赶快把这事给讲明白 包括郎贤平 郎贤平前几天发了一个微博 然后后来呢 你自己也删了 他发的微博呢 就是说什么车又恢复了 上海又恢复一线正常了 好像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后来有人怼他 有一些推特上人去怼他 说确实一切都没发生 只有你妈死了 真的 他的母亲是在这个事件当中不幸去世了 但是他自己后来又默默的把他这条 好像一切都没发生的微博又删掉了 所以就是说 这些人呢 他也在一言一行都非常的谨小慎微 就是企业界的人都非常谨小慎微 那么在这个 比如说 还举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柳传志 在2013年的时候 柳传志有一个名言叫在商言商 当时就出名了 就是因为他说 咱们就今后聚会 谈谈什么 这个咱们的圈子 不要谈政治 就只是谈这个 做生意的事 商业的事 然后也有很多人去说 没有什么责任了 没有社会责任了 等等 他后来又出来解释 这是当时出现过的一个热点事件 所以你能看到 企业家其实在这个疫情 尤其动态清零 对经济社会 对他们经营企业的人 影响是最大的 他们是切身的体会 你普通人可能 也许你关家里两个月 你家两个月 如果说你还有退休金 或者说你还有点小存款 你还能熬着 你并不觉得特别危险 但是企业家可能这两个月下来 他就完全就完蛋 他就破产了 这小企业根本就盯不住的 当然个人也会有影响 所以这些企业家 实际上他是有影响力的 但是他们都保持安静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首先有几个背景 为什么企业家不说话 第一个我分析的 就是历史的原因 历史到现在 现在中国的这些企业家 就是有威望的 或者说大家景仰的 或者大家认为 首富第一名第二名 福布斯排行榜 如何如何这些 其实都是改革开放以后 摸着石头过河的这批企业家 你要想到他们还在河里 他们还没过河 他们现在经营企业 其实人还是摸着石头 站在河里的状态 必须小心谨慎 这些人 他们属于这种适应环境的高手 搭便车的高手 找风口的高手 中国的企业家先天性 不太具备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做法 美国的都是突破性的 从零到一的事 中国企业马云最大 也是有了互联网技术 在技术应用上 所以他也是适应环境 适应技术 拿来主义 组合的特别好的 所以他们不具备反叛性 反叛性和颠覆性 中国企业家不具备的 这个也跟从小的环境 社会环境 整体的这种传统的皇权制度 是有影响的 所以他们先天的 就不具备这个基因 另外一个 第二个就是环境 他们没有这种环境和制度保障 所以他们不能轻易说话 像中国历史上一直到现在就是市农工商 市农工学商 还排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后边 历史到现在 商人在统治阶级 或者说在皇上的眼里 你们是排名最后的 你们不算什么 而且现在表现的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明显在皇上眼里 所以他们没有制度保障 所以他们不能乱说话 也没有这种环境 像之前像国内这些企业家 还有阿拉善的这种组织 还包括这个泰山会 泰山会慢慢慢慢也都解散了 就是他们企业家也知道 我们这样没事的聚会 聚集 当权者害怕 你们有权利 你们有钱 你们有人脉关系 你们凑在一块 万一你们能搞出点事来 这跟普通老百姓凑在一块不一样 你们凑在一块这不行 这风险太大 包括这个马云的湖畔大学 也给他关掉了 就是不能让你们这些有钱人聚集 所以你要知道 就是说聚集不管你哪个阶层 哪个群体 哪个爱好者 只要不是在我官方可控的这种情况下的聚集 我都害怕 尤其你们这些有钱人凑一块 我更害怕了 因为你们还有的在境外上市公司 你们跟境外势力更有紧密的勾连 所以他害怕 因为美国是什么呢 美国是有各个行业的行会 所以行会组织在一块呢 他们能够推动政策的改变 所以美国有这种制度 他能推动 当然美国整个的国家的宪法制度 没有可比性 美国的企业 他也可以组成我们的行会 然后我们的行会 找游说公司 做公关 去公关国会 公关白宫 各种政策的出台 都会去做的 很多例子 这不用说了 美国是有这种体制的 有这种体系 同时他当然也能保护你说话 没问题 就是说你可以说话 再有一个呢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风险太大 一旦他们说话 风险很大的 乱说话这种风险很大 就是说你乱说话呢 从政府的角度呢 现在呢 他们习惯于用这种 一般来说呢 用这种 其他的证据 来给你 去弄你 孙大午 是比较典型的 在孙大午身上用的 非法集资 18年 其实孙大午的问题 到底出在什么 根本不是什么非法集资 非法战地 不是这个事啊 孙大午是因为他有自己和统治权力 和这个当中国政府不一致的思维和观点 以及他接触了很多的异议人士 他希望有他的这种社会情怀 或者说他有他的这种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想法 你可以看看孙大午 孙大午一点不稀化 他也很排斥移民 所以孙大午是他有他自己的这种社会主义的那种 这个理想主义 但是和政府的那想法不行 这不可以 而且他在那一地方已经快成为一个小的世外桃源了 那政府害怕你 这好像全民报销医疗 你村民什么不花钱 你这自己先搞个小共产主义 这不行 所以要弄他 任志强不用说了 任志强这18年在里头 其实任志强所有人都知道 为什么 他也不是因为他那个经济案件 这个书我估计国内可能都买不到了 这是我特意带到美国当时买的任志强的书 任志强也是一样 所以任志强都早退休了 现在就来个经济犯罪 经济问题 实际上他审计都审计很多次了 他的审计四次是五次 他自己曾经说过 这都是在以前用过的 所以他们的风险太大 就是你如果说错一句话 一夜归零 就是你这种风险很大的 所以像周航在这种环境下 他还敢公开说话 我觉得他可能也做了一些思想准备 我就觉得就像一个唐山这次打人事件 就很像这个 所有人坐在身边的 大家都在说这些男人怎么不说话 怎么不说话 那么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也在说 你中国有影响力的人 为什么不说话不说话不说话 你们为什么被动态经历 你们不出来表达 因为所有人知道 你当时在现场的那个人 如果你上去帮忙的话 可能会被打得遍体鳞伤 所以也能理解 设身处理的想 哎呦我要再当场 我可能也不敢上去 那我可能就默默报个警了 就完了 所以不敢上 那么周航其实就是 如果说他就是在现场的话 他可能真的会去出手 其实他现在公开发声 他就会把他伤害的很严重 所以我不知道他未来的职业生涯 会怎么样 他现在是 他自己应该也有这个思想准备 另外你看举个例子 像王思聪 王思聪就是一个有钱人 有影响力 他还是在自己的朋友圈 就说了一句话 也不是反对动态清零 所以就是小孩话抱怨话 结果现在也是后续不能多说话了 所以你看在国内有很多事情 你多说一句话的政治风险就很高 所以这些企业家 他从一根子里面 就不能有政治情怀 不能有忧心家国的这种态度 孙大吴就是有政治情怀 他有他自己的这种社会主义理想 那你人志强了 什么这些人 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社会的责任 对国家的这种思考 但是就因为你现在没有这种环境 而且他们也都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极端的后果 而且像这些做企业家的还有那么多的员工饭碗 我看过一些采访 有些企业家想 但是他说不行 我随便乱说一句话 我这十万员工就明天明天没人发工资了 我们就得破产重组了 很艰难 尤其是这些做民营资本的这些 他们真的是非常艰难的摸着石头的过河 其实但是在现在来说 他在皇上的眼里 就这些企业家屁都不是 他们自己也深切的知道 他们的命运和普通的韭菜是一样的 这企业家你别看他再怎么样 他和普通韭菜是一样的 他会随时给他清零 一夜之间清零 这种办法多了 我原来在美国认识一个老大哥 他原来在国内是自己干生意的 就跟我说 你得罪这个小地方 某个区 我那个所在区得罪了我那个区委副书记 还是个副书记 他说你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来整你 就是有各种办法 今天给你查查消防 明天查查环保 后天查查你有没有给员工上保险 有没有加班的问题 交税及时不及时 再不行再查你门口 这灯箱喝不喝 各种问题他都能整你 所以企业家在中国 其实他是非常也算是一个弱势群体 熬到现在他这么多年的努力 所以他不敢轻易的失去 所以他就不敢轻易说话 他没人说话 但是没人说话 你现在就是造成 有的时候就往往政府也不知道我错在哪了 所以真的是这个周航是一个勇士 真的很难得这个时候能够有这么一个知名人物 我站出来说话 公开批评 好吧 请大家点击这个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请大家点赞 谢谢